大家好,现在我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由这个电脑图到最后的马赛克简化背景是怎样制作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有一个粗略的概念了解一下 像这样一个图在地摊可能卖到两三块钱 一些大师级别的跨家可能需要五六万或者更高的价格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大理石的马赛克背景 这个图就大概要去到三千多一个平方 为什么要这个价呢 因为从它的前期的定稿确认到最后的一个成品 是经过一系列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才创造出来的 首先你们提供一幅自己喜欢的图 给好尺寸 我们就按照尺寸设计好 给你们确认 确认过之后 倒印刷厂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把图块拿回工厂 我们的师傅就会把一些模糊的地方 用工笔把它深化出来 然后根据图案的颜色 我们就去切割食材颗粒了 因为大理石的颜色本来就比较少 而且颜色都比较树 所以的话 像这些树叶啊 天空啊 它有深有浅 我们就必须在一堆颗粒里面 慢慢的一颗一颗的挑出来 做它的颜色过度 还有根据那个图案的线条的粗细啊 复杂程度啊 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剪切 粘贴的 最后做出来了 就要拍照发给你们去确认 如果需要修改的 我们会认真修改 修改好了 再粘网 粘胶水 养着风干之后 再打包 发货 这样一个过程大概要15到20天左右